那我自己是有个神招 我帮助过很多人 国内外都有 就夹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 捏一下 对 轻轻地把它 而且要拉一下 有点拉一下 对 就是这边把它拉一下 对 那如果说 因为我都很轻 轻轻地拉一下 它如果就有一条红色的线 像挪刹那样的话 那就是那个有纱 然后我就会再 给它再多弄两三下 就整个出来 然后就好很多 像之前我有个同事 他就是去妈祖绕镜 回来第二天 他就说 头超晕 超不舒服 然后我就说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就我一弄 对 拉一下 它就整个是红纸 然后再多拉两下 哇 整个纸黑色 可是他就说 它忽然间都好了 那这是真的有道理 有 真的有 因为不管你是中暑 还是说寒 风寒的话 风寒 它的气会结在这个地方 结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都是从膀胱经进来的 膀胱经这边 我们从大队这边 感受到这种 风寒的时候 或者是风日的时候 那气就结在这个地方 那膀胱经就是从我们这个 眼睛经远这个地方 气死嘛 所以它气会结在这个地方 对 那气结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 你整个头就会觉得 纷纷纯沉沉的 不舒服 那你把这边一捏 把它一拉出来的时候 那气会出来 出来就舒服了 所谓的阴暑跟阳暑 这个有什么差别 从我来讲 阴暑跟阳暑的分别就是说 你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像小艾斯 或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者 或是说你重病的那些人 对不对 气质比较虚的话 它虚 它体内是虚寒的 虚寒的话 你一中暑的时候 它毛续孔一瘦瘦的时候 它会围热 但是它不会很热 反正是里面 它是凉的 它是寒的 所以你看有些中暑的人 他会觉得很冷很冷 所以如果像那种人的话 它不适合 就是给人家退热 比如说用冷水 或是用什么边框 它会更严重 更严重 它会直接就昏迷 那就是阴暑 对 那我有一个情节就是 他儿子就是中暑了 他中暑他是阴暑 他就给他冲冷水 然后那个水龙头给他冲冷水 一冲他就昏倒了 更难 更糟糕 好 那如果是阳暑呢 阳暑也是这样 其实阳暑跟阴暑 他刚开始就这样 有危热 头昏昏的感觉 有一点恶心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处理的话 慢慢就会越来越严重 他可能就会呕吐 对 比如说阳暑之后 他可能就会热嘲哄 整个脸都会嘲哄 对 心跳就会加速 血压会升高 那如果你就不处理的话 他就会整个 到最后 他就会变成 他会有这种 可能引起肾衰竭 更严重的 就是各种器官的 折旧衰竭 所以夏天的时候应该很多人来找你刮痧 对不对 对 有没有什么通用的方法可以教我们的 我来示范一下 其实一般中暑 或者是说感冒的时候 我们刮痘是从我们的颈部 颈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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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部这边 因为这个地方是整个 整个气季节的地方 所以你有感冒的时候 你这边一刮 就舒服了 那一刮他就整个气都会出来 像退烧的时候 就是刮这边的一刮 那阴暑的话他不如刮身就刮浅浅的话 就是用轻快的手法 我怎么觉得这样不会痛 对 不会很轻 我以为一定要很用力的刮 刮到籽 阴暑的话就不如太重 阴暑你一刮重 他气就釋放出来 他会泄气 所以说阴暑轻轻的刮 把毛细孔刮开 让他里面一些热出来就好了 他不能太多 不能泄太多的气 OK 所以颈部这边颈部啊 肩膀啊 那一般会刮到背部这边稍微刮一下 所以肩膀这边的话也可以刮 对对对 这边都可以刮 那刮你会觉得整个人 那个 那个绑在身体上 那个感觉就会釋放开来 人就会舒服了 对 就轻轻的刮就好 那舒服了以后 因为阴暑的人 比较不会缺缺 那个那个电解子之类的 就是他只是虚而已嘛 那你刮的时候就赶快补气 那拔罐有没有效 拔罐 拔罐也是有效 但是因为他拔罐他是点状的 对 他没 不是 不是 大片面积的 難怪就像是我们在清水溝 一样的水溝盖一样 他没有办法全面的把他扫除出去 那刮到的时候他比较全面 我每次都会跟人家讲 可能用力一点 所以根本不用那么用力 不用不用 就是要看 如果说你是阳暑的话就要重一点 阴暑这样刮人就好了 对不对 那就补气 补气我们一般食补 什么药补之类 但是我们的补气就是从脊椎补气 脊椎他在补气效果是最快的 我们用补气精咬对不对 在脊椎这边给人家推热了以后 推一推 他是马上会起来的 是 你突然他马上讲话就很大声的 我的妈妈讲话就很大声 哇 真厉害 听说贾医师很喜欢刮痧 超喜欢 为什么 他拿起来这样刮了 超喜欢 超爱的 工作有时候坐了时间久 办公室工作 行政工作或什么 所以常常会觉得肩颈传统 而且我有颈椎的椎间盘托出 对 所以我的肩膀跟手常常就是麻酸 不舒服对了 不是你做复健的时间有效 对 脖子自己回去拉 也不知道一直拉着 所以回去有时候就 请我太太帮我刮 所以家里的刮三百 有好几个 有很多个 三十个放在那边 师傅我们刚才问说 这个是要让我们带回去练 没有 道具上的选择 有没有什么 对 因为有一些 不是就是在夜市卖的是一片的 它就没有一样有一个吗 对 因为这个它是照我们的 依照我们的人体工学训设计的 它的宽度 它的大小 还有它的弹性 它就是有弹性的 所以你不小心的话 医药它会弯掉 它只要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你不会弯就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你还可以弯掉 你可以把它强正就好了 它就可以了 那所以它就是由上往下刮 对对对 我看你刚刚是这样子 尤其是在退哨 因为油上往下刮 那油内往外这样子刮出去 它气就会釋放出去 对 那如果是阳暑的时候 阴暑这样子完了 以后补气 就是浮完了以后 可以问开水就好了 但是阳暑的话 要刮重一点 那我看看有多重 我看看有多重 你没有啦 你病没有很症 没有刮 没有刮 就硬要刮了 对了 就讲说 没关系 我继续刮 对 那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阳暑的话 大概就是比刚刚那 阳暑就要刮到肌肉 阳暑快要刮到肌肉层 要怎么 它气已经进入到你的肌肉层 所以它刮深一点点 刮现在慢慢地刮 你刮深一点 你在轻快这样子刮的话 它会有一点痛 慢慢这样子刮的时候 它很深 但是它不会痛 对对对 不会痛 但是但是我有感觉到 是它已经比较深 在肌肉那一层了 它才会把里面那些热 把它釋放出来 釋放出来 因为阳暑它 变成说 它会不平衡 对 它身体 它电脊子会不平衡 所以一定要补充电解质 电解质 多喝一些运动饮料跟水 对对对 所以阳暑的话 就可以比较深一点 比较重一点 但阴暑的话 就是轻快一点 就像刚刚老师试算的手法这样子 谢谢 谢谢师傅 交给我们这个阴暑阳暑 要怎么样 来刮沙